各位朋友, 大家好, 小金人 上一期的金银金鱼, 过去两星期復活节 我估计大部分人都要带家里的小朋友去旅行 之后又是清明, 我们最近都要回去掃墓 因为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有时候春节未必回去, 但清明通常都会回去掃墓 今天一回来, 我觉得有些事情要和大家更新 过去三月底到四月头, 我在投资上很忙 最重要的是, 其实美股没有太多事情做 美股好像之前, 比较接近小金人说的 进入二月底之后, 那个市场就开始了 那市场就开始了 美股其实就不是很差 但也没什么力量再升 所以我觉得美股后续应该会有些压力 因为你看到最东打的半导体那些 其实都有些压力 那半导体或者AI的古王 就是NVIDIA 它就大概由960几 跌到现在880 跌到880, 其实升了很多 但是从 Maria股 Isabella 达实是MOMEMENTUM很重要的 so że MOMEMENTUM前段 started抅住 你看到她现在是近期搒 ч о frightened 所以我觉得这股股有可能需要花多一阵时间 但是我不知多久 又可能一两个月, mia too 两三个月去控制我们这一阵 呢, 我猜可以LoMe 但是现在你现在说 由現在880, 下面是880, 上面是986, 987 你發覺上下就各自10% 所以這個股現在要整顧 但我覺得大家都應該知道這些是核心 所以這隻股是如此 短期之內AI或者這些半導體方面 是沒有什麼新的新聞的 所以也沒有什麼catalyst 台積電也有5-6% Microsoft反而是OK的, 都在420多的位置 因為它比較穩陣 近這兩個星期就META好些 META應該升了幾個% 它應該是繼續升的格局 蘋果、Tesla和Google就很弱了 Amazon也一半半 美股整體是不是很差呢 我自己覺得 我覺得美股其實不錯 但是它要控制我們 因為一月和二月衝得太狠了 你想想它一、二月的NVIDIA 由五、六百元取得到九百 其實它升了四、五十個%以上 升了一半以上 五十個%以上 所以要控制我們 這個跟我之前的意測比較類似 但是我覺得這個故事仍在這裏 這個故事仍在這裏 現在大家投資都是全球性的去看 全球性的去看 那麼 美股之所以它要開始進入consultation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它那個通脹的因素 通脹reflection 這件事比想像中是 sticky很多的 黏性核強很多的 這件事和我之前估計的 差不多 我再重新說一下我對 利率和通脹的看法 這個其實是之前去年的年中 都沒有變過 我覺得 去年的三Q 我開始有一個定論 監視加息的聯邦基金利率的頂 就是5.25至5.5左右 差不多5.5 這些位置 之後呢 就會 撐住 通脹呢 就開始下跌 但是它下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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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鏈性會出發來 所以它當那個 CPI 核心CPI 去到3.5 想下跌 上下的位置 其實再跌下跌的空間 就比較麻煩 隨時捲到重來 那PCE會再低一點 但是都是2.5至3 那些位置 我講的這些是追溯我去年 講的東西 而且由去年開始 我都錄了一個定論 就是 它最早要六七日才減息 而減息的空間 只有2次 不會超過3次 應該只有50點子 至75點子 左右的空間 在今年 這是我當時的言論 那你說現在怎樣呢 其實 都很一致 都很 consistent 都是這樣 5點25至5點5是頂 最早要到六七日才減息 而減息的空間 是不多的 應該只有50點子左右 所以我這個沒什麼變化 甚至上 Extend到明年 我覺得明年的減息空間 不會多 只有25至50點子 所以 在5.25至5.5的 聯邦基金利率的頂位 其實 今年和明年的減息空間 我估計得100滴 所以 在明年 你可能看到利率 聯邦基金利率 去到4.25至4.5的位置 之後就會打橫行 之後就會打橫行一排 因為我覺得 其實美國維持在高利率 不是一個 短期的事 請大家記住這件事 這也是我去年提出的 美國是進入了三高 高通脹 高利率 高增長 三高的新常派 如果有看小金人的 金鳴金魚 或者有看那些 在明報的專欄 這個名詞是 新三高新常派 即是美國的經濟 這個背後的原因 就是美國的再工業化 和美國 向國家資本主義 和 AI的革命 和去中國化 這四五個因素的集體 吹化了 令到全球的經濟 產生了極大的變化 而美國 現在是有點像中國在過去十幾二十年 那種情況 高增長 高通脹 高利率 現在就變成 美國進入這個情況 對美國人當然 不錯 對美國人當然不錯 但對其他國家 影響就會很大 所以這個通脹 在去年年底 很多人覺得 通脹不知何以來是低 今年要減少155點 明年再減少150點 這些完全都是亂來的 尤其是很多都是出名的經濟學家 我不知道 為何會有這些 其實這個世界變了 大家一定要 明白這個原因 無謂的 無謂的 我們 講清楚 看法 因為通脹 我覺得美國 聯儲局 要把長期通脹的控制在2%左右 其實我覺得是不可能的 我覺得長期通脹的水平 應該在CPI或是核心CPI的角度 應該是3%以上 在PCE的角度 就2.5% 比較多 所以 你會明白 联邦基金利率 其實是 會在4%以上 你想想 如果PCE2.5%以上 你的联邦基金利率 都要4%以上 所以這個大家要明白 美國 在 美國在決定行國家資本主義 補貼 第二就是 再工業化 第三就是 中國化 重塑全球生產鏈 和AI革命 這四個原因的情況下 出現了一個新的 三高 高增長 高通脹 高利率 的情況 在這樣的情況下 通脹的黏性 就在 而利率 就在4%以上 情況 而GDP 我猜應該可以在 平均在2%左右 所以 這就是美國的 新常態 對美國的 股市 是偏有利的 因為經濟強 美元也會強 美元也會強 所以 在 息差的情況下 全球的資金 就會向美國流 在美國流 所以這是美國的 情況 所以這次 這次的 協議 我猜 這次的協議 不是一個 是一個協議 這樣也不錯 所以美國的東西 其實沒有特別的 美國 甚至 說回 前兩天出的 飛龍數據 3月份的飛龍數據 強到沒有朋友 新增 飛龍就業 30.3萬 市場27,000是多少 20萬 上個月修正完 好像27萬 30萬 這讓人害怕 如果美國要進入衰退 飛龍數據 是要新增 就業數據 是要轉負的 是嗎 但是現在 每個月新增 30萬以上 即 這個月30萬 之前27萬 所以 第二件事 現在的失業率只有3.8 比上個月 還低了0.1 所以我也不知道 什麼大腦 那腦是什麼構造 我覺得美國是會硬著落 或者經濟衰退 所以是這樣的 所以美國的東西 很清晰 所以 他的東西是偏貴的 他那些東西是偏貴的 那就 等一下 我覺得 遲些市場 會 他那個correction 或者是 那個consolidation 是偏貴的 會調整的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 你的經濟數據強到減 市場要重新定價 2024年 2025年 減息的幅度 之前說了 有人一定覺得 第一回合 去年年 第今年年頭 覺得他今年 減155點 明年再減100 現在又說 減 今年 即是之前 減75至100點 明年再減50點 還是多少 當飛龍數據 前兩天出了之後 我覺得他會重新定價 其實今年 我覺得他只有兩次 而且因為政治因素 今年是美國大選 所以他被迫要減息 如果他是 合理來說 今年 不是太需要減息 你經濟那麼好 你減什麼息 對吧 還有你現在大宗商品能源 全部都是爆升 那你怎麼減息 你減息這些會勝得再高 而這些勝得再高 又要反過來刺激通脹 所以我覺得他今年之所以判斷 六、七月會減一次 不是一個基本面的因素 是一個政治的考慮因素 11月要大選 而拜登的選情不是太好 所以他一定要減一次 六、七月減一次之後 有可能會減二次 因為他沒有空間 美國的經濟是 非常之強的 所以這個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在未來一兩個月 我覺得 美股就會有合理 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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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整股 未跌 這些 這些 都是這樣的情況 港股 都不錯 港股和A股 都 微微向下 這段時間 A股和港股 微微向上 微微向上 就是因為香港和港股 之所以這段時間 表演得相對好一點 就是因為之前的人 已經悲觀到 咬電 覺得大陸 民結不服 甚至上現在 就算有時候 大陸的經濟 很正面的部分 或者什麼 多很多 中國人、香港人、華人 出來 搖交你 這些是莫名其妙 你站在經濟上面 你如果有政治立場 你不如去 政治的頻道 講自己的觀點 你講他的 好的話 很差的 你講到政治觀點 不如去參政 不如去競選 美國總統 或者去北京 重政 所以有太多 政治立場的人 就 不要在這裏 說廢話 我們純粹是做投資 講一些 公平公正的事情 你個人有時 有一點點立場 當然正常 但不要上功上線 你這樣就更糟了 大陸的經濟確實 在 春節之後 似乎是比雙中好 比雙中好 但三月份的PMI 好像是50.8 應該是過去 十多個月 第一次 回到50 樓上 而美國的 製造業 PMI 亦是 好像十多個月之內 重新出現 在51 多 所以全球兩大經濟體的PMI 製造業PMI 同時 在三月份 回到50以上 而全球的製造業PMI 好像50 亦是過去17個月 第一次回到50以上 所以 全球的經濟 在今年 比雙中強 以補庫存和製造業的 繁榮 亦是 不錯的 亦是不錯的 所以大家要正視一點 也是那個 你講政治的東西 不如做政治評論家 大家說這些是為了 做一些正確的 投資決定 或者是有幫助投資決定 所以這就是 情況 港股和A股 我覺得會微升 因為之前大家實在太悲觀 以及倉位太低 其實現在大部份的 倉位 都是很低的 那之前 基本上可以選擇的話 那些人都是 美國、日本、台灣、印度 現在有一點暗威 有一點暗威 你說是不是 很爆炸性的暗威呢 我覺得是不自宜 但是 暗威一點 其實也會有些正面的東西 所以近一兩個月和未來的一兩個月 我覺得 香港、中國的股市 就是整固向上 但是我覺得它不會爆炸性升 你好像港股那樣 我猜18000點 也會很久 但是它就微微升 那麼多 尿性已經沒有了 尿性已經沒有了 但是 然後你再在具體板塊進去看 你會發現它是有整固的跡象 新能營車是不行的 新能營車之前我講了很多 今年其實它卷得太厲害 以及全球的新能營車也是不行的 那麼 Intellet今年是不錯的 你看到那隻死古古的騰訊 在2007、2008都飆上來 都飆了不錯 飆得不錯 那麼它就 業績之後 說了1000億的回購 以及 遲些它那個 遊戲那些 又有些 有些對它有利的消息 美團又不錯 美團又 上了100 爸爸也可能會比較大 但是未必會太多 爸爸比較固 其然的 你連快手 連這些都 多了 那麼 拼多多有些冤枉 其實他的業績是 很誇張的 爆好 超級好 但是人們經過Tmoo美國的制裁 其實 人們一定是假設那邊 沒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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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有影響就有影響 但是 Internet很明顯是 到了一個支撐位 那麼 藥股又繼續跌下跌下跌 所以恆生科子 我覺得它在3,400 3,500 這些位置 微微震動向上 因為太便宜 對嗎 因為太便宜 你覺得這科目的股 是去到10倍左右 10倍左右 消費有可能會升 但是這些不是主力 其實從3月底到現在 最重要的 全球勝得最英俊的 就是 我最愛的油 然後就是 commodity 尤其是銅 鋁 或者 Eurim 即是 核電的 Eurim 這些都是可以的 然後 金也升得很好 銀也升得很好 所以我今天 重點就是想說一下 為什麼這些東西升 金、銅、銅、 我這幾年對大宗商品 都是比較正面的 我這幾年 都幫了我很多 真的幫了我很多 有熟習我的 有時跟大家分享的 都知道我這幾年是大好友的 通常我都會說 油、煤等 這些東西 這幾年 跟我在之前一、兩集的 金銀金魚 甚至上 《明報》的專欄 都有說過 有限 其實都是 我非常熟悉的 每個人有擅長 有些銀股 其實我很不熟悉 銀股其實我很不熟悉 但你那些大宗商品 也很熟悉的 即是 油 或者是 commodity 農產品 這些我很熟悉的 因為經常都有 玩開的 所以手勢比較順 我自己這幾年覺得 這堆東西都是可以的 今年尤其是可以的 year to date 海油應該升了50油 那些銅股也升了 30-50% 那些 URIUM 那些 也升了很多 煤也升了 升少一點 鋁 Aluminum 那些也升了很多 但是 今天 我用20分鐘說 為什麼 雙品是一個盛現 和一個 還會 持續升呢 雖然這個星期 好像剛好 阿狗 那些 種地木企 可能會撲少一點 撲少一點 但是不用怕 我覺得 這兩三年 甚至 一段時間 油 銅 銅 銀 銀 這些都是 URIUM Aluminum 這些其實都可以的 因為它背後有些大的邏輯變化 那些人經常用舊的思維去攬這些東西 那你就會 酒來的 這些不是茶 那 那就 因為很大變化 之前那些人將這些大宗 當作是一個商品 當作是一個 周期性極強的東西 就覺得 基本平衡就很難升 他會用很多以前的思想去攬這些東西 但是 幾年前 促使我 覺得 石油和煤 很棒的原因 第一痕的原因 大概是三年前 不是因為 不是因為那些新的 環球的局勢 而是當時 促使我的有幾個原因 利益申報 這些股票也有 分享 又是那件事 你不要買 你聽那個邏輯 你不要買 因為 投資的東西會輸錢 所以 不要跟 你聽一下 人家不得 覺得對不對效 我大概在 第一次很喜歡 海油 就是在 2000年多 2021 是不是 2021 有一年的油價 2020年還是2021 有一年的油價 你記得是曾經去到負數 中間是去到負數 當然那個負數是 一個表現手法 但是一直都是 20萬30萬 很低的 但是那一年 2020年 但是那一年 海油 還賺250億 我覺得很誇張 因為那一年大部分的 油公司 都虧傳 2020年 我覺得這間公司是有底的 那時候 它的股價只有五、六萬左右 而它又派很高息 後來到了2021年左右 歐洲老油開始 就是炭中和 當然現在你會想 其實是一個陰謀 是用來夾一些發展中國家 現在這些 這些混蛋又說 又說不搞了 又說不搞 所以你都發覺 這些都真的是 就是 其實這些東西都是廢物的 誰強 誰大聲 現在又不搞 那時候全世界 全地球說的 2000年左右 我開始說什麼ESG 那些 那些 OK 這些人意 理智的東西當然OK 但是就導致了全球的 油公司 煤公司 很多的 抗產的公司 舊經濟公司 就不再投資 不投資的話 你沒有新的 儲量 沒有新的生產 越來越來越少 越來越少 越來越少 新的 的 產量出來 相反的價格就變得很硬正 因為 ESG 其實跟意識形態沒有什麼分別 它其實是老粒來的 其實是老粒來的 那麼 阿茂也在說 ESG 每個人都不投資 這些油公司 就一幕得福 因為它少了 CAPEX 那些油 又賣貴了 那它就拿些錢 因為以前他CAPEX很多的 假設它 每一年的CASF是1000億 它可能會投1200億 去抗騰 跟地產公司有些相似 那現在它又不需要 它現在因為ESG的情況 它可能是 每年的賣油1000億 它可能花400億 去做CAPEX 那剩下的那些錢 它大部分就用來派 Dividend 那這些油公司其實 講 雖然那個新的 Harm Time少了 其實它都教它十幾 20年用 所以其實 它每一年 那個剩下的 Free的 CASF 派給 拿一部分 50% 60% 派給大家 其實你的息很高 而且這些公司基本上都是惡霸 和大國的壟斷集團 所以 你就算是五年後、十年後 都是它繼續開採 難道你 愛克審美虎 BP 英國石油 這些 雪糞龍 你覺得西方石油 你覺得這些公司 馬拉松 你覺得這些會以後沒有 中石油、中海油 不會的 所以那時候我就開始覺得 這些東西好像很得益 每股都是同樣類似的情況 每股又更慘 每股大部分基金不准碰 當作垃圾 當作一些 Dirty的東西來搞 所以英國得風 我那時候就覺得 似乎都好 邏輯不是這樣的 所謂的新能源 大家可以買一些股票 但如果它想成為 能源的key contributor 其實很久了 還有新能源 很多都是跳風的問題 霍三寶 日頭有太陽行 晚上哪有 那它怎麼儲備起來呢 所以它很不穩定 水力又是 所以我自己在三四年前對這些開始 太多了 一直都ok 到了這兩三年 即是 二三年、二四年 我又繼續玩 因為我發現了一個新的邏輯 就是美國在一個 我剛剛說的 美國的 即是西方陣營區 美國的變成國家資本主義 歐洲其實都慢慢會 日本都已經是 它是 以國家資本主義來重振它的工業 第二 第二就是 它再工業化 第三就是 去中國化 重塑世界的產業鏈 這幾樣東西 這幾樣東西 其實背後有什麼邏輯呢 其實就是 你以前 相對平衡的 commodity 和原油 和很多這些東西的需求 其實你就會變成需求更多了 你想想 以前 例如 銅銅 中國 消耗了 世界的差不多 50%的銅的需求 如果美國要再工業化 它要發很多電 或者它要蓋很多廠 這些全部都是要融通的 你就會產生新的需求 雖然最後 有可能會 變成中國是overcapacity 美國甚至 都會有overcapacity 即是你又有一條產業鏈 我也有一條產業鏈 但是 在這個過程中 你死我活的過程中 它就會產生了 大量的 浪費了 浪費的capacity 這些不是一年 它一動 一個程序可能會做十年 它就會增加了很多新的需求 以前的東西有可能夠用 但是現在 要重建 多一條產業鏈 或者重建多兩條產業鏈 它就會變成全球所有 歐洲正在興建自己的東西 日本也在興建自己的東西 美國也在興建自己的東西 所以這些東西就會不靠 所以銅銅也好 或者是很多這些 食銅也好 或者是很多 那些 URIM 即是那些 核能 其實都是類似的情況 所以這個 就是在美國 和西方決定 行 國家資本主義 重建他們的工業化 而又去中國化 再做一條產業鏈 導致的 所以很多人就會說 你如果用固有的supply demand 你就會 全部都會計算 所以這個銅 或者其他貴金屬 或者整體大宗 為什麼那個demand 忽然間 是有incremental的 增加性 出來呢 其實就是這個原因 而這個原因 是會 越大越刺激的 我上一集都說了美國限國家資本主義 除了新能源 他要大力發展自己的東西 半導體也要發展自己的東西 甚至上最近為了選舉 做算業 他都說要發展自己的東西 遲些我猜應該 念起重機 那些他都說要自己的東西 就算是韓國人 日本人做 也是重新做一些產業鏈 所以這個就是supply demand 所以這個是很大的變化 有新的需求出來 第二件事 就是 supply方面 因為現在全球進入一個 地現政治的敏感期 以及 中美 或者西方對中國的那個 巔制的 在中國 反抗得很劇力的情況下 其實中國向 阿非拉的那個團結的路線 去對抗美國 這些其實就變成 以前被剝削的資源國 他現在多了一個 大佬在背後撐他 你看到那些金磚國家 其實背後都是資源國 俄羅斯也好 或者是巴西也好 或者是 南非也好 很多都是資源國 所以這些資源國 有中國在背後 其實他們 一定不會像以前那樣 讓你任西方去剝削 因為他自己 第一他有局誤 第二他已經進入了民粹 第三 確實 這個世界已經變得 很清晰 他也不會再想 任你剝削 再加上民粹的一個劇力的情況下 其實你很容易 那些發展中國家 他很容易 將以前那些抗 收規各有 或者形成一個 Cutail 去定價 他不肯再給你以前 當作垃圾賣的 commodity 賣能源 他自己會形成一些聯盟 去對付這個問題 甚至上有些罷工 無論你是新能源車的女兒 Nivim 或者是那個 Yurim 或者是銅 這些東西 其實你發覺 全部都是有這樣的情況 好像銅一樣 秘魯那些經常都是罷工的 智利又將那些公司並在一起 那麼 你就算是新能源車的女兒 那些 那些 那些國家都想形成一個新的 歐佩克 歐佩克的機制 去產生一個新的定價 所以這種情況下 而這些 抗產 通常幾個國家佔了很大部份 就像Copper 智利佔了三十多 墨西哥和秘魯 二十多 澳洲好像都有 十多 澳洲就沒有參與 另外那幾個國家 其實你想想 加起來已經佔了五六十個巴仙 所以很容易 即是很容易出現了 假設他有 那個國家有少少 抗議 產量就會減少 這個就是全球的地現政治下的 資源國 或者發展中國家 不肯再被剝削 的覺醒 那個價格就會變成 那這就是第二個原因 第三個原因 就是 美元的原因 就是美元的原因 以前 這些黃金 或者 銅 很多 其實都是 Pricing anchor 是 利率 是 減息就會升 因為減息代表 經濟準備好 這些 尤其是銅 這些就會升 現在 其實 不是 慢慢覺得 它不是跟利率 最近這幾個星期 其實那個利率 是 有可能 Pricing 會不減息 或者遲些減息 正常來說 銅 或者 金 或者 這些 這些其實應該要跌 有 但你發現它是升的 為什麼呢 奇怪 以前不是說 這些公司 這些 大宗商品 Pricing anchor 是利率嗎 是利率嗎 為什麼現在說 遲些減息 反而會升呢 因為背後 其實現在 最近的爆升 反而 反而 大家對美營的 不信任 全球 不是我不信任 千萬不要再說政治 很浪費 不要再說那些 反映了全球 對美營的 不信任 但是 美元不信任 其他國家的貨幣又難以 付不上迫 好像歐元也在跌 日然 正仆街也跌到 跌到 也不行 綁也不行 人民幣也不行 所以大部分的貨幣 就是在跟美國相比的情況下 經濟 或者是 息差的情況下 其他貨幣 是沒有替代品的 所以 大家對美元 出現了 信任危機的情況下 就會 就會轉移了 去買比特幣 買油 買 Commodity 這些 背後就是 對美元 不信任的 一個替代品 所以 你看到 比特幣升到 6萬 7萬 石油 銅 這些也是 爆升的 其實背後是對美元的不信任 但是 其他貨幣更差 所以美元指數 就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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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難評高 所以 美元OK 但是這些就升得 爆升 爆升 好像黃金 那你 對美元的不信任 是什麼呢 第一就是 你在 澳湖戰爭之後 美國是可以 隨便活收別人的東西的 是吧 隨便活收別人的東西 那當然 背後 不要再說政治了 所以這些 發展中國家 好像中東也好 澳湖斯也好 中國也好 印度也好 它一定會增加 外匯儲備的一部分 不再買美債 找了去買黃金 或者買這些東西 所以這是其中一個原因 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 就是 美燃的危機 大家知道美燃不停地印出來 現在 美國的國際 今年年底應該是 38萬億 肯定的 因為它每年固定有2萬億的赤字 還要遞加上去 還要遞加 慢慢有 37萬億 變成40萬億 43萬 不停升上去 而全世界 剛剛說了 因為 突然政治的東西 對美債的 需求是下降的 而它的美債 是要不停印出來的 所以這個背後 其實對美元 是有信任危機 但無賴 歐元是變成廢物 日年是變成廢物 人民幣 微成氣候 所以美元 還是比較強 但是沒有人買美債 沒有人買美債 沒有人買美債的情況下 資源國 他賺的錢 就會買監 買其他東西 買其他東西 什麼比特幣 或者其他東西 所以 這幾樣東西 就是導致了 最近 為什麼大宗商品 盛現的一件事 三月 三月到現在 三月不是年頭 三月到現在 盛得最好的 白銀應該升了23% 黃金應該升了12-13% 銅就升了11% 石油也升了11% 我覺得 這個背後的就是那幾個原因 那個需求端 剛剛說了 因為美國 西方在工業化 和中國化 重塑 產業鏈的原因 導致了incremental的地方 第二件事 在紐水和新的 自然國的覺醒下 那個supply的 缺口 第三件事 就是 對美營的信任危機 令到 大宗商品 以前 那個pricing的anchor 又變成 通脹 或者變成 美營危機的代替品 所以 可以變成大宗和比特幣 盛現的 一個情況 所以 這幾個月 其實我在不同的媒體上 寫過很多這些東西 當然也不是推大家去買 你自己思考 因為這些東西 有什麼貼不貼市 你賺了錢 又不是給我一元 對嗎 所以千萬不要說我推你去買 我只是說出這個邏輯 黃金為什麼會升 石油為什麼會升 銅為什麼會升 Aluminum為什麼會升 Eurium為什麼會升 比特幣為什麼會升 的一個原因 的一個原因 所以大家就 參考一下 我覺得 短期應該 很多短炒的人出來了 他 可能 也不奇怪 但是我覺得 那個大的邏輯 還在這裡 所以大家可以看看 應該也挺有趣的 利益申報 我們有參與大部分這些東西 我只不過講一些觀察給大家看 所以今天講短一點 我大概講了 美股的情況 香港差勒股市的情況 大宗商品 包括油 包括 commodity 包括黃金 包括 這些 甚至比特幣 為什麼會升的原因 以及為什麼會持續的原因 因為剛剛那三個因素 incremental demand 和供應的 和供應的 shortage 和 重新的 pricing 的 Anker 變化 這三樣東西 是持續的 所以 就是 所以我為什麼形容 大宗商品 是一個盛現的 一個原因 我上個星期 甚至上 在 《明報》也有寫過一篇文章 銅、銅、金、石油 我經常講 我最擔心的就是 沒有在那裡 可可 可可就是 咖啡豆 用來做朱古力的原料 其實是爆升的 升得多於銅 現在到底升得50-60% 因為這些可可 其實是 非洲四、五個國家 西非有四個國家 是壟斷了差不多70-80%的地盤 忽然間就修成不好 以及政治又焗誤 所以就 丟了上去 其實遲些我猜應該會有很多這些東西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看我那篇文章 通常我講的東西都比較一致 而不是講的 什麼號碼 我沒有號碼 我沒有號碼 就是說我講的都是大陸貨 如果你覺得油很棒 那就買一些大東西 是不是 你一會被人困 甚至你覺得中國的油股 你信不過 那就買 美國 買巴西 就買英國 沒什麼所謂 是嗎 你不想買 紙巾 或者你不想買綠木 就買 美國 是嗎 所以不要說其他政治 現在我很怕這些東西 真是浪費 所以 說太多政治的朋友 請你不要再在這裡出現 好 今天就 分享 適合 因為我清明 你剛好 素緣沒有回來 所以 都 今早才到 我下午 跟大家分享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